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赚明 就给大家播讲黄埔军校历史门连传 上次呢我们说到 胡宗南的部队赶到陕南 截击从中原突围的中共部队 1946年7月16日 最先抵达南化塘地区的王镇的359旅 就向国军发起了猛攻 紧接着呢 李先念率领的二纵13旅也赶到 加入了攻击行列 双方就在狭窄的山路上 展开了激烈的搏杀 按照中共方面的记载 南化塘的山谷和山道之内 布满了国军的预设攻势和火力点 尤其是以设于玉皇山顶的主阵地攻势 最为坚固 国军不但可以坚守于阵地中 而还可以针对中共部队的两翼 派出有力的部队 不断的进行进逼夹击 企图把李先念王镇的部队 盯死在一个狭小的正面上 由正面主阵地的火力加以压制 李先念当时就命令13旅挥下了37团 攻击国军的正面 39团掩护南翼 38团与侧翼尽量的辅助37团攻坚 45团负责断后 那么国军凭借着有力地形 以及充沛的火力 一日之内就击溃了中共方面五六次的冲锋 那么从清晨一直猛攻到了下午 中共方面的进展非常有限 以李先念为首的领导干部迅速的判断 如果继续被拖住的话 不仅徒增死伤 而且国军随后追击的各部 很有可能会来合围 假如到那一步 前途不堪设想 所以到了下午 李先念亲自下令 37团团长下市后 率领所有可用兵力 集中火力 不惜代价 也要杀出一条血路 军令紧急 只有奋力一搏 所以37团所属各营 和其余非战斗之文职人员 全部都投入战斗 其余各团也在战斗达到最激烈的时候 随即加入 战况极其惨烈 经过一番血战呢 中共方面终于在黄昏时刻 攻克了玉皇山阵地 但付出的代价也是十分的惨重 相当数量的高级干部 在血战中阵亡 负伤者呢 也往往因为战友 忙于突围 而没有办法得到救护 正是这种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决心 让李先念的部队 闯过了最难的一关 按照国军方面的记录 这场作战 中共方面在战场 遗留下的尸体 高达3500多具 被俘的也有500多人 在杀出一条血路之后 李先念的部队继续向西前进 直理闪川交界的娘娘庙 才和王振部会合 两部会合之后 又并力吸走 7月21日 他们的队伍 抵达口头坪 西少川 胡宗南这个时候 觉得中共部队 很有可能会折向西北方 其中和在陕南 隆东南 川北一带游击的 功德方部会合 所以呢 胡宗南就命令 61旅主力 以及第一旅第二团 车运商线 61旅的另外一个团 紧追不舍 144旅 则超近路 用车载运到高八电 和漫川关之间 构筑阵地 7月23日 李先天王振的部队 抵达漫川河附近 就遭到了国军第二次围堵 国军的飞机 也加入到攻击行列 战斗机5架 以及中型轰炸机3架 来回进行多次轰炸和扫射 李先天王振的部队 且战且走 过程中颇有损失 7月24日 他们突进到长沟口 土地岭一线 并且突破了地方团队的防线 那么李先天和王振 再次进行分流 李先天率部队向西继续走 王振则率领部队 回扰南化塘 企图迷惑国军的视线 来扰乱国军的围堵计划 李先天率领主力北进 到了龙居寨附近的四平镇 7月28日 李先天部在陕南 商南和当地的游击武力 攻得方部会师 这就是陕南追击战的第一阶段 那么中共中央 在8月初 指示李先念和集结在陕南的各部力量 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组成遇陕恶军区 开展以陕南作为中心的新的根据地 来长期牵制 湖宗南部国军对陕北的攻略企图 那么陕南追击战 在1946年8月初左右 又进入到新的阶段 双方都再次加入筹码 而达到自己的作战目的 湖宗南呢 加派了整边28旅一个团部 驻防于四平北方的凤凰嘴 蔡宇瑶一带 那7月29日 李先念所率领的部队抵达该地 双方再次发生了激战 到8月2日 李先念的部队才突围 转进到了云盖寺 这个时候国军方面的情报显示 原在玉西以及厄西北一带活动的 共产党游击队为了侧应 李先念的部队早日摆脱国军的追击 纷纷在近日内向陕南方向移动 每股呢 数百人到2000人不等 湖宗南为了不让赌击行动 功亏一篑 所以呢 再派由陕南抽调回来的84旅 于5日开制扶平 24旅一步开制宁闪 28旅徐宝部的主力到蔡家庄 原来住在河西的石器师和温顶部84旅 连日向陕南车运开拔 8月7日 王震所部359旅 被国军阻击于陕南的巡洋镇附近 经过战斗之后 被国军冲散 主力向西北突围到了三观庙一带 那么李先念部则继续北走 这样呢 李先念和王震就被彻底隔开了 国军先集中力量搜寻王震所部359旅和14旅 也就是干部旅 当时国军84旅 24旅 28旅 144旅 以及随后到达了各部 对王震所率领的部队展开了激烈的围剿 王震率部转战数日 损失甚大 8月9日 王震向李先念请示 说他的部队当前处境相当危险 如果不同意其立刻转移放弃陕南 恐怕会有被全奸的危险 那么中共中央方面呢 对这个请示刚开始的时候是犹豫不决的 因为中共中央一直希望能够开辟陕南根据地 牵制胡宗南的国军 那么在犹豫再三之后 一直到8月15日 中共中央才批准王震的请示 允许359旅 北返至陕根宁兵区 李先念的部队呢 也决定在王震北进之后 经过闪川边境 进入到甘肃省境内的隆东分区 王震为了迷惑国军的事业 将其旅挥下的718719两个团 编为左纵队 由他亲自率领 预定通过宝级附近 穿过龙海铁路北进 359旅的副旅长徐国贤 率领717团作为右路纵队 进向甘肃省的六盘山区 从平梁跨过西兰公路进入山北 中共中央当时命令 陕根宁禁随联防军 派部队南下接应王震的部队 并且组成了西府工委和西府司令部 进入到林优山区开展游击工作 事实证明呢 中共中央的这个决策是正确 南下增援的八路军 对于国军的堵截作战 产生了很大的阻扰作用 这就顺利掩护了王震的部队 突围北上 8月23日到26日 南下的八路军各部和国军 在隆东南以及干陕边界 展开了数次激战 这就迫使胡宗南 必须不断的抽调一些 原本在执行追击行动中的部队 转而应付南下的八路军 8月25日 国军最后一次对被追击的 王震的部队展开攻击 随后呢 就逐渐放松了追击的脚步 8月29日 王震所部左纵队 经过京河 进入陕北 和陕甘宁 禁随联防军 警备第三旅 汇师 几乎在差不多同一时间 李仙健的部队 也由甘肃进入陕北 9月8日 王震挥下了右纵队 经过30多天的行军和游击战 也进入到中共 隆东分区的庆阳一带 那么在陕南追击战之后呢 胡宗南曾经做过事后的检讨 他认为这次追击作战 国军是以失败收场 胡宗南说 根据他所掌握的情报 李仙健部和王震部 这两支中共军队 在摆脱国军封锁 进入隆东的时候 已经各剩下约200多人 虽然损失巨大 但是保存了建制 而且核心的领导干部 宣布安全进入到陕阳宁边区 不过关于陕南的作战 国共双方的史料 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差异 这就是关于在这次作战中 占主角地位的 李仙健所率领的中央军区部队 在大陆方面的史料中 自从1945年8月 李仙健率领部队到达陕南 和当地的游击队 共组遇陕厄军区之后 他们的行踪就再也没有记载了 根据国军方面的记载 这个新建立的预陕厄军区 根本就没有在陕南立入足 在军区建立之后 李仙健随即率领部队 面对国军的围剿 只能被迫退入隆东 回到陕阳宁边区 也就是说 遇陕厄军区在刚成立之后 很快就被取消了 虽然在陕南作战中 中共方面的损失很大 但是在作战的过程中 也再次显示出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 具有极强的韧性 在部队检员很大的情况下 部队仍然不会散 仍然可以一路激战 撤入到陕阳林边区 这再次展现出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部队 他比国军优势所在 虽然陕南阻击战 胡宗南自己认为 是以失败收场 但是国军并不是一无所获 至少呢 他阻止了共产党的部队 在陕南建立永久性的根据地 也暂时避免了胡宗南 在将来必须南北两线 作战的可能性 免除了关中地区的后顾之忧 当然在这次作战中呢 也表现出国军的短板 和中共部队的优势 国军这个时候 仍然像十年前 追剿长征的红军士一样 无法有效地捕捉运动中的对手 加以打击 几次呢 都被漂忽不定的中共部队 逃出了包围圈 由此可见 国军很明显地战术呆晚 应变能力有所不足 不擅长运动战 以及不擅于对付游击战的缺点 再次暴露无遗 那么就在陕南堵截战的同时 山西的形势又再高恶化 这就迫使湖宗南部第一战区的主力 在1946年夏天开始 不断地东奔西跑 疲于奔命于近陕之间作战 国民政府中央早在1946年5月 就已经训令湖宗南部 必须准备至少派两个军 控制近南至玉西北一带 但这个时候湖宗南难以抽掉兵力 所以他向中央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 希望只是将整边27军的一个军 开入陕南 配属旗下47师 先置于同关陕州之间 该军的军部 则先由同关渡河 至陕南的解线 而167师 则与正在进南 协助进军清剿共军游击队的31师 陆续再和该军部会合 当然蒋介石就批准了这个计划 但是近南局势的恶化速度 却远远超出了他的意料之外 1946年6月初 八路军陈庚部 趁着第二次停战令的下达期间 再次于山西省的南部 发起了一轮串的攻势 企图一举截断同步铁路 进而南北分进 威胁大同太远 八路军七月起就在近南各地 颇有斩获 连克竖线 并且歼灭和收编了各地的保安团队 成功的截断了通普路 进军是连连的损兵折将 地方团队大多数望风溃逃 胡同南这个时候必须再度派兵 进入山西增援 八月初呢 陈庚再次攻陷沿线的 猴马文喜下一党地 并且就地大量征兵 很快就补足了实力 胡宗南本来想调派手上的基本部队 也就是董昭的整编第一军的 整编第一师 整编二十七师 整编九十师 以及驻御西北的整编三十师 渡河 东基 城邦所部 但因为这个时候 需要堵截 陕南 李仙殿和王震的部队 所以不得不重新部署 最后呢 胡宗南决定 将东调各部 分为两个梯次进行 整编第一军和整编二十七军 作为第一梯队 等到陕西的情况稳定之后 整编九十 以及整编三十这两师 再随即开入山西作战 8月4日 整编第一军军长董昭 就抵达了近南运城 和第二战区的部队商议的结果 决定整编第一军 由近西南的安邑运城之线 沿着同浦路向北进击 预计呢 和第二战区的友军 在近西南的临分以南会师 一方面希望打通同浦路 一方面呢 希望能把八路军压缩在此路中段 给予一次打击 当时制定的作战计划 是以董昭的整编第一军作为主角 整编第一军就像是铁锤 而临分则是砧板 等南北两线的国军将八路军压迫到临分附近之后 再由整编第一军给予最后一击 将之彻底粉碎 但在这个计划里 要特别注意东侧的安全 原因是当时贺龙的部队 已经控制了部分同浦路的北段 而中条山区八路军的游击势力非常强大 那么近北的耀冲大同事 虽然仍然在严锡山的手里 但这个时候已经形同孤岛 周围的耀地都被八路军游击部队所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 对于在近西近西南作战的 湖宗南部的国军来说 策备安全的维持 就成为了重中之重 但这次作战如果想要成功 两个战区的国军各部 必须紧密配合才行 董昭的整编第一军 是湖宗南起家的基本部队 装备以及训练程度 在西北各部中算是顶尖的 所以他们很自信 能够很快的击破八路军 董昭呢 也不带全军抵达 在8月7日 就下令整编第一师 和整编27师的47旅 由运程安逸北上攻击 整编27师的31旅 掩护167旅的侧翼 由毛金杜北进 根据当时国军的情报来看 陈庚下属的八路军 一共有四个旅 四个团的兵力 总共不到五万人 无论是兵力还是火力 都不如国军 因此呢 应当迅速的给予打击 8月11日 整编第一师167旅和78旅 就凭借着优势火力 以及空军的协同轰炸 击退了八路军第10旅和11旅 将文喜县城收复 而31旅呢 也收复了东侧的延长阵 但是八路军随即就集结了 第55、56、57、58四个团 会合第10、第11和第12三个旅 向延长阵发起了反击 国军31旅接战不利 在向文喜突围的途中遭到围攻 旅长刘昭明立战不敌而被俘 全旅损失惨重 8月12日 董昭就命令各旅解救被围的31旅残部 那么园定北上的167旅 也分兵参与了解围作战 8月13日起 国共双方在文喜地区进行了激战 到当天晚上 八路军一看 国军的增援部队各部都已经到达 所以就迅速的向东北方转移 国军北进青鸟计划 至此宣告严重受挫 董昭在和他的老同学 成功交手的过程中落了下风 那么国军整编90师 整编31师 在8月13日后陆续到达了山西 整编31师在8月18日 抵达了文喜东南一带 当天呢就进攻降险 20日顺利进战 21日 八路军化整为零 迅速的撤离了文喜地区 整编30师在8月27日 再客远取 但是国军的北进行动到此 却无故暂停 国军这一庭 又给了八路军再次施展 其拿手好戏运动战的好机会 八路军自主力撤出文喜地区之后 立刻迅速集结 扑向了同普路的霍县 宏洞两地 想要在同普路的要点上 再扎下两根钉子 来辞职国军的北进 这个地区住房的 是进随军所部 暂编39师 不到几天的功夫 就被八路军连线两城 沿线的赵城 灵石 分析等地 也迅速落入到八路军的手里 八路军又集结了四团兵力 围攻取卧 企图再建立一条 阻止董昭整编第一军 北上的新防线 那么有军的战力如此不济 第一战区各部 只能是自行而为 以达成作战命令 原来第二战区 安置在同普路各地的守军 此时不得不被迫向零石一北退却 在编39师 退守取卧带援 很明显 国军想南北夹击八路军 在临飞以南的计划难以完成 8月18日 整编第一师七十八旅 配属了整编三十一步 开始从文西北上 19日呢 克服喉马 20日 结了取卧之围 21日 占领了高潜镇 临飞至此 近在眼前 但实际上 国军之所以进展顺利 是因为八路军 一路之上 大多数是主动避战 即使是这样 在国军取得进展之后 结果两个战区 却因为种种细节问题的争议 而让作战进展 又暂停了近两周之久 9月3日 第一战区 第二战区各部 调整了原定计划 将预定会师的地点北宜 那么直到9月24日 国军北进的整编第一师 赞编第一师各部 在经过几番激战 付出了极大代价之下 才逐步恢复了 临分附近的地区 而在作战过程中呢 整编第一师 第一旅的旅长 副旅长 团长 等多名核心军官 相继阵亡和失踪 10月2日 整编第一军 与后继投入战场的 整编30师 整编90师各部 协同完成了最后阶段的任务 10月8日 国军攻占宏洞 9日 载客照常 15日 整编90师 在击退了 八路军民兵的轻微反抗之后 收复了祸险 19日 整编第一军继续北进 21日呢 终于和进军各部 在南关之南口镇会师 通捕路虽然被打通了 但是八路军的主力 却早已经远顿 国军的间谍计划彻底落空 而同捕路随时也有 再被截断的可能 按照胡东南自己的记录 这次 原进作战 从8月初 苦战到了10月下旬 历时两个半月 国军自己声称呢 是消灭了八路军 两万六千多人 俘虏上千人 收复县城 八座 塑清了5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那么在这次作战完成之后 第一战区各部 回到原防区暂时休整 就没想到12月17日 再度在第二战区的球员下 由整编第一师和整编二十七师 进入近西 再次需要抗击陈庚的八路军部队 那么又经过十多天的战斗 才保住了近西的浦县 大宁各城 那么在当年结束之前 又把这些地区 交汇给延西山的禁军各部 驻守 到这个时候 1946年胡宗南部队以董昭的整编第一军 为首的援近作战 才真正的告一段落 不过在这一系列作战中 胡宗南的董昭整编第一军 虽然帮助延西山保住了地盘 但并没有真正有效的杀伤八路军的有生力量 八路军在山西的实力仍然根基稳固 这也造成了后来 在国共内战期间 山西战场 延西山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在此之后很快就到了1947年 那么胡宗南的部队就开始了 攻取延安的作战 关于这方面的具体情况 我们下一集再继续给大家讲